已知A項量等於14 21 B項量等於9-18 下列哪個項量可以平分A項量和B項量的夾角 首先我們看到這五個選項 分別都是將A項量跟B項量做盛性組合 那所以我們先分別計算A項量跟B項量的長度 那計算後可以得到A項量的長度是7跟13 B項量的長度是9跟5 那如果我們要將AB兩個項量做盛性組合後 要能夠平分A項量跟B項量的夾角 那代表說這兩個項量的長度必須要相等 好那這邊注意我們會將X跟Y分別放在絕對值之外 好那這邊的目的是為了保證說X跟Y他們都是正的統號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分別去計算每個項量 它的長度有沒有一樣 像第一個選項A項量加B項量 好那我們已經計算過了A項量跟B項量長度是不相等的 所以代表說A項量跟B項量的合項量是無法平分夾角的 那第二個選項 我們將A項量長度乘以9跟B項量長度乘以7之後 他們長度也不相等 所以代表說這個選項也無法平分夾角 好那第三個選項也是一樣 第四個選項也是一樣 好那所以最後之後第五個選項 我們將A項量乘上根號13分之9之後 好那它的長度會等於是63 好那B項量長度乘上根號5分之7之後 長度也會等於63 所以代表說這兩個項量的合項量 是可以平分加降的 所以第一題正確選項選擇是第五個選項 想要獲得更多升學相關的資訊 歡迎掃描旁邊的QR Code 或者是點擊下方資訊欄的連結 加入龍騰高中生 教練會提供你最及時的幫助 我們龍騰高中生見